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致政敬劳礼金及礼品乙份 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也弘扬传统孝道伦理 我们在这个重阳节我们就是要敬劳重阳 我们要希望我们所有的县民 大家能够来关怀我们这些长者 能够给他们最好的照顾 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楷模 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县民 大家能够共同来尊重我们这些长者 给他们最好的照顾 我们大家感到孙孙的欢迎 真的对我真正激光 真有好 真是粉丝 我今天这么多 包括我们的副管长和我们的厨長 还有很多人来祝福和祝福 我觉得非常欢迎 我相信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 军会团百岁人类也有三个 希望我们在中阳的社会保持愉快的心情 快乐的心情 身体够好 祝福大家都可以 身体勇严 富贵重名 谢谢 日本人小伙子说 小伙子五年 一生一生一生 十八分饭 不可以吃到十八分饭 不必吃一生 我们的大伙子 还有这堆都七十岁的老婆 还有很善良 很好 我本来走通都看到他 都叫他爸爸 但是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说 他没这么好名 其实是我没这么好名 很幸运 也很欢迎说 我阿伯吃到这年这么老 感恩 感谢大家 感谢 谢谢 杨副县长表示 在欢庆今年重阳节之余 彰化县政府特别以 俘如东海广 寿比南山长的贺词 代表关怀 亲情 健康 活力与希望 借由办理各项动静皆宜的活动 营造彰化县成为幸福城市 银采天堂 希望长辈展现活力与欢笑 健康快乐的迎接每一天 公益频道张华允 彰化花坛综合报导